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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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情空 那天歸來不忘了情 能草山的勇主 祖国的祖宏 将战兆和西蒙 丧后追隆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金芝演射的经典作品季特洛伊即将成为淡水云门户外第一个开幕演出 金芝要用很优雅的台语演出希腊史诗剧作 而且王荣誉在18年前首演的时候还曾经被抓进了派出所 这个作品的故事非常多 在台湾剧场史是一个很经典的作品 今天很高兴邀请他们来分享季特洛伊 首先我们要欢迎女主角 千余山 余山你好 韦玲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这出戏的导演以及精神领袖 王荣誉 二哥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二哥你好像瘦了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今天看到你的瘦 真的有还蛮惊讶的感觉 你整个人是瘦了两圈 不是一圈 大概在两周前我瘦了我的身体重变53公斤 我本来是在大概三个月前我的体重是62 62变成53 39公斤 两个礼拜前 是为了这个戏吗 因为这次戏我就 因为一开始进去 因为那个环境剧场真的是很迷人 而且它是很稀释人的一种场域 你要去了解他 你要跟他做会了 所以一开始我整个不知道怎么进入 我就说 就没办法进入这样 就说这出戏是一个 本身就是一个 跟祭典一样 因为希腊戏剧 这出戏在做的我的源头 就是要去学习什么叫做西方戏剧的 这样子一种形式跟他的精神 所以我去做这出希腊悲剧 所以不知这样也有这个言文说 竟然在云门有钱 二哥好像是把整个人跟精神 都投进了这个作品里面 听说你还吃素是不是 所以对 所以我才吃了说 好吧我就吃素 但是吃素就想说要吃素 吃水果素 只吃水果 就最近不用煮菜 都不用煮菜 也不用洗洁精洗 好 我刚刚开头我们看到那样子的影片 然后我开场又说 我们用台语演很优雅的希腊史诗 我们先请二哥来跟我们讲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好不好 有点难以想象 讲简单很简单 其实是希腊戏剧里面有个叫木马图层记 希腊的故事里面有个木马图层记的故事 他们在讲的就是 希腊跟特洛伊城的战争 这样 公大十年后的最后一年的故事 其实艺术只是在探讨 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 所以艺术到最后就是超越这些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台湾 在这个时候可以扮演三千多年前的希腊的故事 就在这里 对 好 我刚刚一直不停的说 用优雅的台语 但我们坐在二哥旁边这一位是 非常受正统金句教育的前雨珊 是 雨珊你要怎么去 你小时候讲台语吗 没有耶 完全没有这个环境 因为我家里面本身就没有人讲台语的 对 然后从十岁进了剧校 身边就是只能把金片子练到好到不行 没有人再回头去听台语 那像我们学校就剧校一住住八年 完全是封锁在里面的 所以 更是完全没有机会接触到台语 对 所以这次二哥要求要用台语演是一个考验 对于我来讲是耶 因为金枝本身 长久以来都是用台语在演出嘛 对 那就是我从来从来没有想过 我前雨珊会去演一个 在舞台上面会用台语去演出 是 对从来从来没有想过 雨珊演的是 在这个这个剧里面演的是 Cassandra 卡珊卓拉 对 对她是特洛伊的公主 全特洛伊最美丽的公主 然后也是个预演家 也是光明神阿波罗的女祭司 对 她就目睹了她的特洛伊 是 被希腊大军攻打 最后尘破 是是是是是是 怎么用台语诠释呢 用台语诠释啊 就是 嗯 一刚拿到剧本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 完全不知道怎么开始 就请 只能请各位专家帮我录音 然后回去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 就是用注音符号 用英文 用所有能够记录的方式 然后去记这个音 然后睡觉前被 就是听 听录音嘛 然后听听听 例如说 呃 月珊阿 阴我面露 我 大家有清冷的 夜风日来 然后睡了 然后早上醒来 第一件事情 眼睛都还没有睁开 人也还没有起床 下床 就是一有意识 就是马上又接上 月珊阿 阴我面露 我大到清冷的夜风日来 就是这样子耶 几乎每天晚上跟早上 都是这样子的情况 睡过去跟醒过来 对 慢慢就是比较熟了之后 就是 像二哥啊 跟很多 就是基本上里面的团员 都会帮我忙 就是因为你要开始 放胆子出来 念 对 然后 他就一个一个阶段嘛 你只是先念出来 还是像个外星人 我们第一次就是开放那个 有些那个民众来看的时候 就有人很客气的提出来 就是觉得 好像里面有演员念的 有点像外星文 这样子 对 刚开始学台语嘛 大家多包涵这样 对 可是现在 我刚刚在 我刚刚在化妆室 碰到雨珊的时候 雨珊就顺口说了一句台语 我就觉得哇 很流利耶 所以就是从 完全不会一个字一个字刻 到 敢讲出来 然后到讲出来之后再修 要修到有情感 所以就是 二哥每天一直在我的耳边 一直不断的叮咛叮咛 雨珊 你一定要念出 音韵音韵 那对于我来讲 我不懂台语的人 我也不知道如何去抓他的音韵 对 那例如说 现在我比较能体会到 就是我刚刚念的那个 一样是 月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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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寡边楼 我 打到清亮的夜后 日来 你知道就是 二哥都得真好 很有感情耶 对啊 这样有及格了吗 他早就及格了 但是我们演戏不是及格而已 是... 到了今年是2015年了 这位两位 我妈妈跟陶叔呢 她们都到天上了 是 但是其实她们其实都还在 像陶叔整个就是云门的 圆区的护持着 那我妈妈就是护持着整个 金枝颜色 没有我妈妈就没有金枝颜色 是 我知道这个作品是在 云门的户外演出 并且是晚上演 云门大家如果有去过的话 它就是一个非常开阔的空间 你摇摇看着 可以看到淡水河的出海口 是一个风景非常漂亮的地方 晚上演出有另外一番的气氛 对于演员来说 户外演戏 他的挑战是什么呢 哦 这挑战很多 对尤其二哥从第一版演到现在 虽然这一次你没有要演 对对 其实对啊 因为我们做很多的环境剧团 其实他挑战非常多 因为空间就是一个挑战 对 因为你完全不熟这个地方 你要从熟这个地方以后 哪里是舞台哪里是观众 对演员的喜好这个分辨 这是导演的工作 那技术进去如何在这个空间里面 把那个音响的位置摆得最好 对 把那个把灯光打得最好 这是技术 演员他们就很痛苦 他们这一场到这一场 可能这一场到这一场的空间 他的移动可能要很像半山 爬半山一样的暗暗的地方摸索进去 到那里还要出来 还要很温柔的 还要很怎么样的演戏 所以这个过程对演员都是很大的挑战 而且那个是户外 对 环境剧场就是你就是走出了剧场这个空间 哪里都可以演 对啊 对啊 哪里就可以演 所以说演员这是一个 还有声音 声音你就算是有带麦 户外剧场有风来 是 麦你就是一放风一来一吹走 乔风来吹走 观众那个声音就飘飘掉 对 所以很多的干扰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环境剧场魅力的地方 你想想我们前面的那个音乐的时候 你还隐约的会听到垃圾车的声音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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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观众而言你看那个 那个时空的那种错字那种 也是另外一种 也是另外一种体会 对 但是这个对于演员来说考验很大吧 因为我记得我问过另外一位男主角 我就问他你头上的这个头饰身上的衣服 大概有多重 他跟我说 还好吧 可能十几二十公斤 他说还好 他大概里面裹了两条棉被 但是他说 其实重点都不是这些重量 而是环境给的整个考验 宇山应该很有体会 是啊 其实我算是真正第一次 在这么环境的环境剧场里面演出 对 哇 一个对于一个不会讲台语的人 而言是多么大的压力 所以就是我们 能够花很久的时间在揣摩这个角色 那揣摩的角色过程之中 我也一直在感受那个现场的氛围 然后如何去 我只能说尽量 但是最终的成果可能真的还是需要 观众们走进剧场里面来替雨山检视 嗯 我有没有真的是做到大家的期望 就是在这么安静的氛围里面 而且很奇怪 很多到我的部分哦 都不给我音乐 哈哈哈哈 我后来才知道是 你知道团长跟那个编剧 慧芬姐 他们故意这样设计 他们就是希望我能够用我的能力跟表演去抓住观众 我就觉得很不公平 就其他人 哇都有很美的音乐去参托 然后到了我这边没有 因为他们对你的声音跟肢体 跟你的整个表演有信心 就所有的那个聚光放在你身上就行了这样 因为我们没有钱哦 再请作曲作词来断断 绝对不是这个问题 绝对不是 对 所以 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表演的过程里面 嗯 我觉得我 我要发挥的那个能量 虽然不是说 像以前在吴星国老师 就是当代传奇剧场那边 又演又跳又唱 哇就是比较综艺式的表演 嗯 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接受到这个角色 其实他可能只是一个 就是所有的动作都是很缓慢的 嗯 哇20分钟 当我走到后台的时候 我的心脏 摸摸摸摸摸摸摸 好像刚跑完 那个 马拉松 田径赛一样 对 然后但是 不是紧张的心跳 是你刚才非常极度 运动过之后的那种心跳跟喘气 嗯 哇 所以在那个当下 我更能够确定说 我必须要用这么大的内战能量 才可以去放得远 投射出那个感觉 手演很成功 对 很开心 很开心 晚上半夜就守在那里 一大早八点多 管局 就来说 王先生你去找 什么 你是现行犯跟我来拍出所 我哪是现行犯 你这切占国土 就带到拍出所 金之眼社的季特洛伊 真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 不是只有今年 十八年前王荣玉第一次演的时候 这个戏就轰动了台北 我还是请男主角本人来说一下 好了 为什么你在首演的那一个时刻 就被抓到派出所去 关了八个小时 其实 事情是这样 因为在十八年前 一九九七年 我有想要做一齣希臘的戏剧 对 想说你希臘的戏剧 三千多年 你要学习像当年那种味道 所以要户外 不要再自视的那种 是是 演艺厅这样就对了 人家说黑盒子演艺厅 是 想说这样子就要找废墟 什么的 后来就找到华山 当时华山是一个废墟 公卖局的财产 但是他头前是租给当地的里长 当停车厂 后面那个国空房子 都废墟了十几年 我就去看 这个地方很好用 很赞的 不是很赞的 非常符合你想要的那种氛围 我们就去整理什么的 我们跟立厂租 立厂租租六万块 我就去 结果我们在那儿大了 在那儿摆 跟现在同样 在那儿摆一摆 摆到要演出前一星期 那个公卖局就有人来 就说 那个地方 一个张先生就说 那是他们的公卖局财产 我们不能用 我说不是里长有租吗 他说里长租前面 后面没有租 等一下我要帮二哥补充一下 这件事情呢 是你在华山那边搭帐篷睡觉 对 没错 早上八点钟 被管区叫醒这样 对 手演完 公卖局会同管区来叫醒了 王荣誉这样 早上八点起来 昨天晚上演得很累 就是手演得很成功 很开心 很开心 晚上半夜就守在那里 一大早八点多 管区就来说 王先生你要去乘 你是现行犯 跟我来派出所 我哪是现行犯 你这切占国土 我说啊 我哪有这样 就跟我带到派出所 过程中 趕快打电话给我老婆 我老婆就趕快打电话 给一些朋友 我到了派出所以后 进去 就警察问我笔录 对 没有五分钟 那个副局长就来了 就说 刚刚有一个市议员打电话进来 就要关心一下 就说这是艺术家 十分钟以后 朱慧良的办公室组 王拓都以为了 都是立法委员 办公室组都跑到 那里面去关心 四点多 林华明廷老师他们 还有很多艺文朋友们 还有媒体朋友 都得多靠深远 这个在当年的台湾艺文圈 其实是还蛮轟动的 就是艺术家演戏演到最后 被抓进警察去 搞艺术搞到被警察抓 大概只有我 对 全台湾第一人 之前其实二哥演的是这位 对 DM上面的这位男主角 就是二哥 那个时候你还自己倒自己演 对 那个角色叫阿卡曼 像那个场景 他是要一开始 戏一开始 他要献祭他女儿 拿了一把刀 要把女儿杀掉的那个画面 是 这是 这个剧的一开始 非常强的张力 所以 骗他女儿说 我要把你嫁给 另外一个亡国的王子 但其实是要把他杀了 以祝福这个战争 可以顺利开始 对 你要知道 这是人类真的历史 三千多年前 也是有活体祭祀 就是祭祀 要杀活人 来献祭给天神 最好是处女 所以伊菲吉尼亚 刚好是处女 她就是处女 她又是最高位的 她是国家 国王的女儿 所以她这个祭品 绝对够利 然后 这个爸爸真的是 就是一个残暴的 暴力的 为了要打胜仗 不惜把女儿 对 诠释的心情是很复杂 因为我还要当导演 很无垠 很无垠 所以说 当我在下面等的时候 我演员要在下面等待的时候 当演员在上面演出的时候 那个导演就跑出来说 哎呀 他这样说得到 屁股没中 哎呀 本来我要拿那个刀 要杀女儿 刀子在这 对啊 结果有一场就上去后 再讲台诗 我死了 我算不去找到 要怎么弄到 要不去抬啊 像那个姿势 要抬不抬不抬 说到最后 咬 当天那个演员 在下面当歌队的人 一看他那场面说 哇 导演临时改这个戏 power好强啊 好 我那天 他们演员都用冲的 临时从刀子变成 就是扭脖子 所以现场 把头扭断 像那种现场的 吐嘴 这就是不是电视电影 他们所会发 因为电视电影就NG 我们再来吧 对对对 因为我太录导演了 对 结果忘了刀子 准备叉子 结果他去抬不抬不抬不抬 那真的是 那真的是灵机了 另外还说台诗嘛 天的心 地灵 我虚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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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 我虚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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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喔 突然二哥刚刚就整个人是这样子 上升 对 不过《季特豆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刚刚讲18年前演第一场 然后后来的第二版是在2005年 在护尾炮台演 也当然都一样是环琴剧场 但是贯穿这整出戏 除了王荣裕之外 还有两位很重要的演员 跟幕后的工作人员 我还是请二哥自己讲一下 就是说是一个从 今至很年轻的时候就扶持的 就一个是我妈妈 一个叫张湛陶 就是云门的灯光大师 对 台湾唯一就是数一数二的 那 我妈妈是很出名的歌仔戏小生 小娃娃 是 她在晚年的时候她就 歌仔戏没有演了 她都会跟我们演戏 演现代狗 歌戏的小生 很出名小生 去演一个现代喜剧 这样 所以十八年前我在演 季特洛宜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我想要跟她 因为 其实戏剧是我们母子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连结 这样 所以我十八年前我就来 邀请她来演我们的戏 她演一个说书人 唱歌戏 在第二版是在十年前 是 灯光设计也是张湛陶老师 第一版的时候 到第二版的时候 是十年前 我妈妈我当然也是要她演出 在2008年 2005年的时候 那 那时候我有儿子 我儿子五岁 王苹果 王苹果也是从小就演戏了 王苹果在她妈妈肚子里八个月就开始演戏了 其实那一场我也有演 也当导演 就三代同堂 对 到了第三版来 到了今年是2015年 这位两位 我妈妈跟陶叔 他们都到天上了 是 但是其实他们其实都还在 像陶叔整个就是云门的圆区的护持者 那我妈妈就是护持着整个金枝颜色 没有我妈妈就没有金枝颜色 是 所以我们今天有看到一张非常感人的照片 您跟王苹果还有王妈妈三位在舞台上 跟我们讲一下那个照片的情景是什么 那个情景是我们十年前在演戏特律的时候 在卵生完毕 我们三个妈孙在舞台上 互相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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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很特别很难得的照片 好 最后我想要请二哥跟我们谈一下 为什么你会说这个作品是对土地的深情礼赞 这是金枝送给台湾的一个礼物吗 我们把自己当一种献品一样 当祭品 当献品一样 演出一出戏给台湾 那这个也是因为 其实戏剧它就是这个功能 三千多年前在希臘那时 是人类刚开始有戏剧的活动 就是希臘 那时它就是一个仪式 它就是在祈福 它就是在晋天的仪式 它就是在祈福 其实刮虎也是 你看刮虎在外面演 阿宝要像什么 半生 对 对 半生 那就是那个 那就是仇神 所以其实我们演戏都在仇神 是 还有五六代仗 这样一样 所以说其实 我们这一次再做 又再做这个季特律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东西再更凸显出说 它本身就是一个 像仪式一样 还有像你去庙会 你知道庙会参加一个庙会以后 你看到的一个 它在刮虎在圆虎同样 有半生在做一个半生虎 你也受到了祝福 土地也被礼战了 对 我那天看了白天的彩排 我觉得晚上会更精彩 其实才会更回到这个戏的 它的主轴 然后它的想要呈现出来的氛围 对 非常期待 我们也祝两位演出成功 谢谢 谢谢